大家好 呃现在来分析一下Supermax在找盘的走势 找盘 找盘收盘之后呢 大概是股价大概是跌了两线 呃同样的 交投量 人交量呢也是 不多 也是不多 呃 也看到这个阻力线 他还是在顶住他 然后他要突破这个阻力线 还是要点时间 也好像之前所说的要一点时间啊 呃 好处就是说 他的这个MA20已经在往上走 在往上走 所以比较明显了现在 MA60才是往下压 嗯 应该是大家都在都是在观望住吧 都是在观望着龙头 啊 啊 手套股的 还有那疫情的那个 啊 疫情的那个那个确认的那个数字 大家都在观望着 嗯 嗯 嗯 呀 基本上呢 如果你看这个的话 他 这边有个U 这边有个U 一个算是一个 Cup 一个Cup 呀 他一定要突破这条 啊 就在这条 才有机会 往上的啊 这条大概就是3块7 毛半左右吧 3块7毛半 3块8的左右 这个是主力 一个很强大的主力下 已经几天了 几天了 几天了 都突破不到 啊 只可以说细细的观察吧 现在也是很难的 判断他会怎么样 啊 呃 也是有可能跟这个之前 之前 呃 呃 之前有一个Anti Ho Anti Ho 就是那个 啊 环保分子 他就点名了 有几个 啊 大马公司 啊 有那个 Modshort 那些老公 呀 呃 Force Label Supermax 就是其中一件 呀 所以呢 大家可能也在 也在观察着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啊 所以也不敢 有太大的动作 啊 呃 所以都是这样子盘整 嗯 另外一件事情呢 Supermax的QR呢 他的业绩呢 也快要公布了 应该是在 8月中吧 8月中的要公布 呃 个人认为呢 那个业绩呢 不会有惊喜 也不会 也应该是不会好过 last quarter的 呀 所以如果你认为 业绩是大好的话呢 啊 这个应该是不会发生 啊 因为 呃 在6月的时候 又有这个MCO 他们 这个 Under Utilization 呀 呃 又有官场 啊 关那个场 呃 业绩肯定是 不会好过 呃 之前那个QR的 你看 啊 所以 呀 可能大家都在观望 就在等便宜票吧 啊 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啊 CPB 那个美国海关 跟这个业绩的啊 都大家都在观望 做 所以我认为呢 也是有 观望做的哈 啊 然后我们去看看下 看他的那个 啊 session 呀都是这样子 是一种形状 呀都是在蓝线下 呀都是在蓝线下 呀都是在蓝线下的 啊 跟之前 那个talk club 是差不多 也是 股价呢都是在这条红线 这条红线附近那边 啊 徘徊 呀都是在观望的状态之下 啊 呃 应该要等一些时间吧 啊 呃 这个就是我对supermax的看法 呃 呃 呃 并不够承认他的买卖愿意 呃 so 又谢谢大家 你看